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这个看似天方夜谭的计划付诸实践 在山东省林一市南陵县南陵镇的爱曲村 这个偏远的村落因为拥有规模庞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而显得生机勃勃 每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贩们都会聚集在这里进行繁忙的蔬菜交易 然而这样一个经济活跃的地方却长期缺乏银行服务 村民们存取钱款都需要跑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 极为不便就在村民们为此苦恼不已的时候 村里突然冒出了一家正在装修的建设银行 这个消息迅速在村子里传开 引起了村民们的极大关注 大家纷纷议论着有了这家银行 以后存取钱款就方便多了 其中村民老刘对这家即将开业的银行格外关注 作为爱曲村有名的蔬菜种植大户 他承包了大量的土地用于种植蔬菜大棚 资金流动量巨大 每次路过这家银行时 老刘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心中充满期待 不久 这家建设银行便在万众期待中正式开业了 从外面看 他挂着醒目的银行卡 助农取款服务点标识 走进里面 柜台 电脑 点钞机 监控系统等一应俱全 村民们无论是从外面路过 还是进去办理业务 都感觉不到任何异常 仿佛这就是一家真正的建设银行 自从这家银行开业后 村民们便纷纷前来办理存取款业务 张行长以其平易近人的性格 和热情的服务态度 赢得了村民们的广泛好评 他经常骑着自行车 在附近商户间串门子 与大家亲切交流 对待前来办理业务的村民 他也总是耐心细致 热情周到 然而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一切 竟然都是张行长的假象 他利用村民们的信任和期待 开设了一家假银行 以非法手段 骗取村民们的钱财 这个看似完美的骗局 最终却因为一些细节问题而暴露出来 这个胆大的张行长 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实施 这个荒诞的计划的 他又是如何精心伪装 让村民们毫无察觉的 这一切的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和动机 随着调查的深入 这些谜团将一一被揭开 某天 张行长急匆匆地找到了老刘 他的脸上写满了交集 他向老刘提出了一个请求 希望老刘能帮他 完成一个紧急的任务 原来 上级领导给张行长 下发了一个存款业务的指标 要求他完成100万的存款任务 经过不懈的努力 张行长已经成功完成了96万 但剩下的4万 却成了他心头的一块大石 老刘与张行长平日里关系不错 他深知张行长为人诚实守信 加上自己每天的营业额 也相当可观 于是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张行长的请求 他甚至还表示愿意多存1万 以支持张行长的工作 然而 张行长却坚持 只要4万就够了 这让老刘更加觉得 张行长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不久后 张行长将一张三个月的定期存折 交给了老刘 老刘接过存折 心里想着 等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取出来 然而 几天后 老刘因为急需用钱 便拿着存折来到银行取款 可是 他却被告知 银行现在没钱 行长去取钱了 老刘感到有些奇怪 但也没有多想 接下来的几次 老刘每次来取款 都遇到了各种问题 要么是行长不在 要么是设备故障 他开始怀疑 这家银行是否有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 他也听到了其他村民的议论 原来大家也都觉得 这家银行有些不对劲 有村民拿着建设银行的卡来取款 也同样被告知无法取款 老刘感到事情有些蹊跷 于是决定前往现成的建设银行取款 当他把存折交给工作人员后 却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 这张存折是假的 工作人员惊讶地询问老刘 这张存折是在哪里办的 老刘告诉他们 是在爱区村 工作人员听后 更是惊讶不已 因为他们在爱区村根本没有设立营业点 此时 老刘才恍然大悟 自己竟然被骗了 他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与此同时 建行的工作人员 也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 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警后 迅速联系了当地的工商部门 和银行工作人员 一同前往爱区村查看情况 当他们看到那家银行的门头时 也都愣住了 因为这家银行从外观上 看与正规的建设银行 几乎一模一样 各种银行设备也一应俱全 就连老练的民警们 第一眼看上去 也没有丝毫地怀疑 进入银行后 民警们开始询问柜台的工作人员 然而 他们得到的答案 却令人震惊 这家银行的三名工作人员 竟然是张行长的女儿 和他的两名同学 这三位姑娘都未满15周岁 还在上中学 原来 正值暑假期间 张行长便让女儿叫上他的两名同学 过来帮忙照看门面 民警们听到张某的这番话 脸上不禁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他们立刻采取行动 让张某的女儿 联系他的父亲 并同时展开 对这家假银行的深入调查 警方深知 这件事的背后 肯定隐藏着更深的秘密 而张某的胆大妄为 也让他们感到震惊 就在警方准备对张某实施逮捕的时候 张某似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主动联系了县里的建设银行 希望能够通过沟通解决此事 然而 他的这一举动 反而加速了警方的行动 民警们立即驱车前往张某的所在地 将他带回了警局 在审讯室里 张某面对民警的提问 开始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 原来 张某在开设假银行之前 也曾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家具厂老板 然而 由于经营不善 他的家具厂最终宣告破产 他也因此 欠下了高达200多万的债务 为了东山再起 张某曾尝试向银行贷款 但由于 他的信用状况不佳 银行拒绝了他的申请 这一打击 让张某心生不满 他开始琢磨起 如何自己开设一家银行 以此来解决资金问题 在走访了附近的几个村子后 张某 将开设假银行的地点 选在了爱曲村 这里虽然有一家农村信用社 但村民们 对于银行的信任度并不高 而且 他们大多有个习惯 会把手里不用的闲钱 存成半年或一年的定期 张某认为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 快速吸收存款 填补自己的资金窟窿 于是 张某开始着手 准备开设假银行的事宜 他花费了大约4000多元 购买了必要的设备和装饰 将银行装修的 与正规银行无异 他还精心制作了 假的工作证和公章 以假乱真 当这家假银行开业后 村民们并没有多想 纷纷前来办理存取款业务 他们觉得 这家银行虽然规模不大 但服务周到 方便快捷 因此很快就赢得了 村民们的信任 然而 张某的计谋 并没有持续太久 警方在接到举报后 迅速展开调查 很快就发现了 这家假银行的真相 张某原本以为 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 在审讯过程中 张某对自己的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和愚蠢 也表达了对未来的 担忧和悔恨 然而 法律是公正的 张某必须为 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最终 他被依法判处了相应的刑法 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 付出了代价 无独有偶 山东有开甲银行的卧龙 在遥远的印度 却也有一个开甲警局的凤厨 甚至这家假警局 距离真警局只有500米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印度比哈尔邦 一个看似平常的早晨 当地真正的警察 斯里瓦斯塔瓦 在巡逻中 无意间发现了一家警局 而这家警局 距离当地真警察局长的家 只有500米 他心生疑虑 因为他从未听说过 这里要开设新的警局 他走近一看 只见几名穿着 带有警衔徽章制服的人 正在忙碌 这些人腰带上还别着枪套 里面装着看似真枪的武器 斯里瓦斯塔瓦 感到有些不对劲 他立刻警局地观察起来 原来 这家所谓的警局 竟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假警察局 这些假警察们 打着警察的幌子 向进入警局报案 或投诉的当地人收取钱财 他们承诺帮人们解决各种问题 甚至承诺帮助他们 获得社会福利住房 或警察部门的工作 以此从人们手中 赚取不易之财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些假警察 还从农村地区 雇佣其他人来假扮警察 每天付给他们一定的工资 而这家假警局的头目之一 是一个年仅25岁的女子 安妮塔 德维 默尔木 她穿着警察制服 戴着黑色帽子 腰间别着手枪 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 她甚至冒充警察局局长 以此获取更多的信任和利益 默尔木和她的团伙成员们 以假乱真 欺骗着无辜的民众 他们利用人们对警察的敬畏和信任 为所欲为 然而 他们的骗局 最终还是被真正的警察识破了 真正的警察立即采取行动 突击搜查了这家假警局 在搜查过程中 他们查获了多件警察制服 文件 银行支票簿 和五部手机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 这家警局的虚假性质 经过审讯 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透露了背后的主谋 波拉 亚达夫 然而 波拉 亚达夫 却一直在逍遥法外 他不仅在比哈尔邦 开设了这家假警局 还在首府巴特纳成立了一支 警察护卫队 为警察和其他部门工作 以换取金钱 他甚至勒索 面临腐败调查的政府官员 以换取有力的调查报告 最终 经过警方的努力 波拉 亚达夫也被成功抓获 不得不说 能够做到这份上 也是他有本事了 那么 假如是你 你会开设什么样的场所呢